正好拉球 其实刚才我讲了 它跟正好拉球有一个相同的点是什么呢 第一个 我们的重心是一定要稍微低一点的 也是一样 我们蹲腿的同时 我们一段级度了 我们可以把俩腿稍微的打开一点 就是空间大一点 空间 你看上线球 这是上线球 这是上线球的重心和脚的这种空间 上线球可以 这么打 那下面球 我两个脚看 右脚往边上迈半步 左脚再迈半步 重心它就下来了 非常简单 反正我拉球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两个腿的这种脚尖冲向前方 可以说一下 反正我拉球它会比较灵活一些 我打个比方说 我们不一定非得说 我拉球一定要把力量压在左腿上 它不像正手 你不一定非得压在左腿上 你也不一定非得要压在右腿上 我们可以压在左腿上 也可以压在右腿上 也可以放在两腿之间 都是可以的 这个怎么来讲呢 如果这个球 在我左腿的位置上多一些的话 那我自然的压左腿 就可以完成拉球了 对不对 如果这个球 它在我的右腿这个位置上多一些的话 我也不需要去移动太多的脚 我右腿一过来 一压 直接重心就过来了 也可以直接拉了 球在我们的中间的时候了 我们就可以在两腿之间就可以完成了 但我们脚底下 也别说是完全站得死死的 我稍微灵活一点 压左腿 压右腿 你脚底下是稍微要有一点动 但你的动的幅度不用太大 懂吗 听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们记住我说的话 当你们的水平越来越提高的时候 都是在下的时候先起来的 而不是说在上 腿找好了以后怎么去想呢 我先讲蹬腿顶胯 其实他蹬腿顶胯是一个道理 怎么去蹬腿顶胯呢 就是说我们是要去感觉这个胯 有人去推你的屁股一样 去往前去顶 蹬腿就是往上蹬就行了 看腿往上蹬 但是你不要蹬直 是要给他蹬起来 就是也是一样 你蹬完以后感觉腿是蹬住地的 而不是完全蹬起来了 不是蹬直的 他蹬腿和顶胯也是一体的 不是分解的 不是你去顶胯 就是边蹬腿 你的屁股感觉是有人推你一样出去了 是这种感觉 也是一样 你往前顶的时候 不要顶太多 你自己感觉到 我顶了就可以了 不需要太多 如果你要太多的话 就有点这种感觉了 就有点去挺肚子了 这是完全是不太合适的动作 太高 在自己的这个小腹的这个位置上 小肚子这个地方上 在这儿去拉球动作 那你们这个空间是不够的 还有的人是放在自己的左腿的 左侧 放在自己的左侧 这些都不利于你去拉下行车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些 咱们给你放在自己的肚子这也好 或者你放在自己的身体这边也好 它是局限的 你这个肚子 小肚子这 你再多 你就趴着碰着你的肚子了 也就停了 没有再办法去往后再走了 同样 你的手 放在这儿 你也是局限的 除非说你得把腰转过来 那是不可能的 对吧 不可能的 我们手放在这儿的同时 为什么会放在这儿会更舒服 因为这儿 它是无限的力量 它随便往哪儿放都行 对吧 这样的话 我们才能去让我们的动作和你的手跟球的距离 保持一个非常好的距离和空间 我们才能产生发力 懂了吧 所以说我们这个距离是一定多 不是 我们唯一的区别是什么 是我们握拍不同 这是直拍的握拍 这是横拍 但是我们拉球的方式 发 我们拉球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大臂啊 一定要稍微的感觉你的肘 你的大臂是能够架住的 很多人拉球这个大臂是这样的 大臂是跟这个身体夹的比较近 这是错的 我们大臂可以跟身体稍微有一点距离 你有距离了以后 你的前臂它才能去当一个轴 看 在侧边看一下 我现在是往后引手 看见没 是不是感觉有一种走在前 手腕和你的手啊 是往后的 然后你相同的动作回来以后 你怎么回来的 怎么出去 是这种感觉 明白吗 看明白 我做的很慢的动作了啊 这是准备好了 续力了 然后在出的时候 也是一样 靠蹬腿顶胯 同时 你的前臂跟手腕去击球 你这个拉球就出来了 就出来了 前臂 它是一定要瞬间的发力的 明白吗 他的前臂一肩肉球 一同时 蹬腿顶胯 同时 你的前臂 要迅速的去加速 就等于是你一加速 同时 你的前臂的肌肉 它是非常的紧张的 同时 你的手也是把你的拍 抓牢 手指抓住你的胶皮 你的手指 也会感觉顶拍的感觉 这就说明你的前臂 真正 拉完球以后 手腕都跑这来了 为什么 是因为你们肌肉球的一瞬间 你们没停住 你们停不住 你看我能停住 我手腕是不是固定住了 就说明我的前臂 用上劲了 下降起 这是一个下降起的高调 然后动作是 一往前上方稍微多一些 和高点 这往前 都上了 放慢 都上了 能看见 我放慢点 我放慢点 你放慢点 我慢点 做动物流量 待会儿我看一下 能看着吧 看着了吧 同样 你看 我拿紫拍 其实我就是改变了一个握拍方式 你看我动作其实跟横拍是一样的 你们看一下 我们下降